哪一個美女逼成這樣 何必呢 因為這是一個團體戰 所以我覺得每一個人 都沒辦法卸著 一定是因為我講得很爛 所以 影響全世界的最佳途徑 就是站出來說話 該怎麼好好說話 成為這世代 每個人最重要的課題 而你怎麼說話 決定了你是誰 這是由台灣的名人和藝人 所共襄勝舉的辯論賽事 如何好好說話 已經成為現在這個時代當中 你我的生活課題 我覺得好痛苦喔 天啊 就是你今天要準備已經來不及 這個基本說話 是你用一生在準備的 進行這麼久 然後錄過這麼多節目 我從來沒有覺得 有製作單位是跟我們完整的 我一看到這世代 把他提頭皮發麻 我快閃尿了 很難 好 我們有請小甜甜 他沒有來 我幫他念題目 請問 當你發現一個名人朋友被家暴了 你要建議他私下解決 還是公開解決這個暴力行為 真的是慘絕人寰 慘無人倒沒有病是不是 我立刻爆炸 我立刻要嗜吼 我立刻要把事情鬧到 婚姻是怎麼樣 你要嘛給我愛 你要嘛給我錢 你愛跟我錢都沒有 你結婚婚啦你 我出來不參加一個節目 這麼認真 這麼痛苦 就覺得說可以退賽嗎 這樣 你把一個美女逼成這樣 何必呢 因為這是一個團體戰 所以我覺得每一個人 都沒辦法卸責 一定是因為我講很爛 所以 沒有受過辯論的一個訓練 壓力真的很大 我害怕被拋棄 因為這個害怕被拋棄 所以你會希望你的表現 是大家看得到 你會覺得你自己是值得被愛的 一個言語最有力量的時候就是 真心誠意這件事 到底為什麼我這麼努力的 在證明自己 我不希望有任何一個人 他對這個舞台享受停在這一天 我很感謝我的隊友讓我看到的東西 因為我覺得你們真的都很厲害 還有很多很多享受舞台的機會 必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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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我們要放這時間去討論這個嗎 我覺得你們必須 用這個節目來證明 其實演藝圈有很多有內容的人 修圖 是個很可惡的事情 你們都不修嗎 你修圖 你是個垃圾 感情在是不是在 是在 假高潮就是善意謊言 最高等級的表現 放屁 這是倖存者偏差 OK 今天為什麼要花時間在討論這一題 你永遠不知道真相是什麼 好的辯論說服人 更好的辯論感動人 最好的辯論可以改變人 你準備好 好好說話了嗎